座座木希丈夫承認跟多女搞不倫戀F女優及著名女星成嫌疑人 现年32岁的日本女星座座木希于2017年4月宣布 与现年47岁的孩声兼名主持杜布健结婚 两人结婚3年至今并育有一子杜布健一直被视为好老公 然而近日却经爆出杜布健背妻偷食的消息 昨日杜布健突然宣布引咎停工 慈演手上至少8个电视台节目 当时有传事涉及家暴及徒息问题 惹来外界热议 今日就有杂志爆出原来杜布健与与座座木希结婚的三年间 一直背着太太与多名女子大搞不倫戀 甚至至少同时间偷食六人 当中包括F女優、歌手、水着女星以及素人等 F达人一件碗春秋更大爆度 千里和从龙子亦在名单之中 全民又指杜布健最爱和小三在残次发生性行为 杜布健已承认有关他被妻出轨的报道属实 好男人形象进 杜布健昨日透过事务所承认偷食 直指示自己对妻子不忠 对家人造成了心心伤害 将无限期停工反省 他说 我已经向老婆说清楚和道歉 至于座座木希 他昨日虽然仍有耕生IG 但就完全未有提及丈夫 不少粉丝和网民都留言关心他 并表示担心 座座木希与杜布健当年结婚曾被指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 杜布健被爆出不伦戀丑闻后 两年前与太太坐座木希合演的广告 即被广告商生走